糖尿病雖然你可能覺得 左邊的鄰居也在吃 右邊的鄰居也在吃 自己沒藥的時候可不可以借來吃呢 不行 對 因為大家的用藥其實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 這樣會影響身體的健康 然後還有治療的功用 我們是每日健康 糖尿病照顧三分鐘報你知的 快問快答挑戰單元 台灣的糖尿病愈患呢 超過兩百萬以上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 自己可能面對的風險 你覺得糖尿病的用藥 都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糖尿病雖然你可能覺得 左邊的鄰居也在吃 右邊的鄰居也在吃 自己沒藥的時候可不可以借來吃呢 不行 對 因為大家的用藥其實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 這樣會影響身體的健康 然後還有治療的功用 非常正確 謝謝您 謝謝 科技進步以後發現 以前要求的一些 所謂的自私化的一種標準 讓大家弄意懂 但事實上 每個人的狀況的確不太一樣 治療的方法多了 對疾病的狀況了解更多 所以現在強調的都是 客製化的 客人化的一個治療 請問您覺得 糖尿病患者如果吃了一些 不適合的藥 會不會影響腎功能 會 那即便是他吃的是 糖尿病的藥 也有可能會影響嗎 是的 所以說糖尿病患 應該要依據他的腎功能 選擇最適合他的藥物 應該對啦 完全正確 謝謝你 有沒有患者來跟醫生說 我剛剛講究 不適合我的藥物 我會有這種狀況嗎 當然啦 這其實也還蠻常見的啦 一般來講 你講的那種情況 其實有很多就是比較像是 年輕的族群 他覺得不對勁 他會很容易懷孕 當然這很容易理解的是 他的神經還比較敏銳 那如果說年紀大一點的 那就有時候糟糕了 有時候慌了 弄了很久 其實事實上 藥物帶來的一些副作用 那些可能對身體更糟糕 現在藥物的進步 很多藥物 有些藥 他除了這個糖的降低以外 他有額外的好處 這些都是糖尿病 常見的共病 有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選藥上是有特殊的考慮 新衰竭最近是很注重的 現在發現說 這邊常常帶給病人很大的威脅 低血糖早期的治療 帶來的問題最多的就是低血糖 另外一個是體重 體重也是很困擾 因為早期的 黃氨尿素劑這一類的藥 因為它會促進胰島素複膜 雖然控制了血糖 但是因為 常常有低血糖問題 他就用吃 那造成體重增加 體重增加以後 對整個病人來講 是不好的 除了代謝症候群本身以外 體重增加了對關節也不好 所以這個也都是要列入考慮的 以長期來講 現在的用藥 其實如果這個藥物會引體低血糖 吃的藥物大概就是 防岸尿素劑這一類的藥 跟比較早期的藥 當然現在 可能它的 使用也比較少 尤其在年紀大 或者高風險的病人 我們就會選擇比較新的 如果說 用到比較 屬於 防岸尿素劑這一類的 比較傳統的藥 那可能就要注意這個低血糖 尤其是年紀大的 現在一般的醫師 我想在年紀大的病人 他會慢慢 減少這方面的使用 就避免這個帶來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時候某些特殊情況也會造成低血糖 就你用是沒問題 但是 在某些特殊情況 譬如 腸胃病 吸收不良 拉肚子 那可能也會造成低血糖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什麼特殊狀況 他延遲吃飯 延遲進食 本來不會低血糖 那低血糖出來了 有些除了醫藥以外 我們生活有時候也 在隨著自己的變化 你要自己去注意 去注意那些情況 可能隨時會出來的話 以往它的發生 有時候會變成低血糖出來了 都會變得很容易 有時候會變得很容易 很容易 就一直去吃